過後 維航 其實這個嚴壓庭 是在五月份的時候開的 那這個時間點突然爆出來 那許小新說 真實還不公開 好啦 假設這個許小新講的也有道理 那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突然被爆出來 你怎麼看 而且剛剛這個 蘇培講到釣魚這件事情 許小新 小心 搞不好靜州刊真的是在釣魚 不是這種釣魚 而是靜州刊還有些料沒有爆 我現在先看你怎麼回應而已 那你怎麼看 然後許小新昨天也很妙 第一時間他竟然選擇 拒絕媒體的這個訪問人不見了 然後發了聲明 然後聲明小心翼翼的改了又改 那照這個媒體的說法是改了四次 那你說他不怕嗎 他說我沒有 我今天很開心 我今天要爆王毅川的大料 到底爆了什麼大料 那如果他只是想 藉由王毅川的這個事情 來轉移焦點的話 那幹嘛要轉移焦點 那是怕什麼 難不成杜秉承講中了什麼嗎 你怎麼看杜秉承指控的這個潛艦新聞 收取回回跟內線交易 那可能涉及不法這個案子 你怎麼看杜秉承的指控 剛剛講說是靜州刊爆料 但是怎麼看起來都像是檢方放話 檢方覺得說差不多了 丟點料出來看看他會有什麼反應 要注意最早最早4月的時候最早最早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不就是說可能會有相關的消息出來 所以曉星趕快說我有給那個我這個婆婆 有些錢 事情一切事情就是從那裡開啟 所以啊 檢方早就人壓在手中 動不動動戳你一下 動不動動戳你一下 如果是檢方放的 為什麼要故意放說杜秉承講了徐曉星什麼 難道徐曉星跟這個案子有什麼關聯嗎 這個就是檢方就是讓大家有想像的空間 我覺得他回歸到最後還是這樣啊 那檢方為什麼要放肆 跟徐曉星有關的 徐曉星是不是覺得自己好像林乖過了這一關了 稍微咎咎咎咎咎 看他會不會跳 他跳起來了 跳起來去告周刊 那個告的意義不大 因為周刊你有查證嘛 他有打給你嘛 其實這是告不起來的 可受公平之事 但是徐曉星一定要告 為什麼不告的話 人家說哦 心虛他一定要告 告了之後他也可以偷 偵查不公開了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我們就不討論了 發編犯了我也問不到他 你們也問不到他 好但是徐曉星的這個格局啊 他想照四月的時候操作方式 一路把他拖拖拖拖拖拖過去 但是我認為現在比較大的麻煩是 因為是原壓嘛 原壓再怎麼壓遲早也會放出來 他要嘛是到期放出來 要嘛是檢頭官作業寫完 寫完了就直接把人放出來 那徐曉星就說放出來 那可能就是他會覺得好過一些錯 現代人壓在裡面 當事人沒辦法用自己嘴巴講 那放出來不得了啦 放出來人家就是真正 我一開始前面講的 死豬不怕滾水燙 我就是已經人家趕快起訴了才把我放出來 人家可以問了一切證據都已經確鑿了 好這個時候放出來 我不把你徐曉星拖下來 那你之前在外面一直弄我 一直講得好像我們最大二級 讓我不反過來弄你嗎 不管人家手上有什麼料啦 不管是不是有涉案的料啦 或是徐曉星家庭的什麼互動的這些料 人家出來沒事發幾個文章 沒事上個節目 你就受不了啦 你總不能說 這個是民進黨安排的線吧 因為王國昌認為 全宇宙會運作一切都是民進黨在背後推 那徐曉星他還不至於敢這樣子 他還是在警察說那個是大片犯 他還稍微去做一些 盡量不要讓政黨意識形態進來 但是這不管是大姑啦 大姑夫妻啦 或是淫於人啦 這些人如果放出來的話 我認為他們的利益不一致 可能會朝很多方向去放話 不是說他們一定會站在同一個陣線 因為檢方現在很明顯的用囚犯 囚犯兩難嘛 就是讓你們 我就讓他們把你們都隔開啊 看你們會怎麼放話 所以真正的放話戰還沒有開始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徐曉星惡夢才要開始 對 等到放出來啦 他的問題才會真正放大 那包括像什麼聲文 我也是認為這聲文不太可能 但是喔 徐曉星在當上立委的前後 他到底見了什麼人 跟什麼人認識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嗎 因為我們就不是跟他同一掛 對 跟他同一掛的人 會不會知道 會不會有當事人出來之後就說 就是我跟他介紹的 像人家講說無本生意啊 像這個黃國昌跟李明賢講話說 誰知道卓冠婷躲在另外一間廁所裡 都聽到了 當然現在黃國昌跟李明賢還在爭執 他的浪到底是不是比民調 我的浪等於你的比民調嗎 就是原來廁所裡還躲了別人 我要強調憋尿憋酒的時候 人會進入酒醉的狀態 這個大腦會不太清楚 所以這個像類似的 這一種話題性的東西 陳唐正宗對不起來的東西 我認為才是巧新之後 比較嚴苛的考驗 不過許小新的噩夢 會不會才剛開始 因為這個昨天週刊爆料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 有可能會添加罷免的柴火嗎 因為要罷免許小新的這個粉專 已經開張囉 結果許小新怎麼樣 許小新還這個 抱怨自己的這個同黨同志 說你們這些其他的國民黨立委 應該好好跟黃國昌學一學啊 到底要學黃國昌什麼啦 不是現在只能夠拉幫結派嘛 對不對 問題是拉幫結派 對他的聲勢有幫助啊 問題是對其他同黨同志 這個仇恨值一拉高的時候 大罷免朝一來的話 倒一個衰倒一個拉過去 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不是還講說 黃國昌跟許小新 兩個有異曲同工之廟嗎 是 有某些地方是相似嗎 為什麼 都只出在家裡對不對 我今天我家裡會燒死不贏 燒死不贏對不對 你看現在許小新又繼續講 你看黃國昌一個人 就可以面對民進黨 這麼多人的挑戰 堅持他的理念對不對 繼續直播 繼續直播 你看他繼續直播 對 所以我今天也要抱持著什麼 臨民而始不墨而生 繼續站下去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繼續站沒關係啊 你們現在就是黃國昌 跟許小新兩個 繼續薄笑下去 可是他瞧不起私習的這個同志 我們的人面對民進黨霸凌 要霸凌的時候怕什麼 問題是怕當然怕 瞧不起就瞧不起 像葉仁茲現在 最近很少聽到他的消息 對不對 回去固守選區嘛對不對 再上節目沒關係啊 就是讚啊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 我感覺葉仁茲最近也要演戲 對不對 我幫許小新在電視裡面 辯護這麼多 你就一直給我錄 對不對 錄到錄死的是我 真的 自己沒問題了 那問題是許小新真的沒問題 現在大家就開始試算了 以前是試算 孤略的算 現在開始精算 我那天在講嘛 欸 2024年 送信選區 許小新選了 你才允許俗法一萬三千多票 他們現在還幫你算出來 你看 那個罷免提議 只要兩千三百四十八人 因為總選區的人數 總選舉二十三萬多嘛 對不對 那你罷免連署是人的總數是十分之一 這兩萬三千多人 那現在投票 要那個選舉人數四分之一對不對 而且要高於不同意票 當然我跟你講 如果有到達這個四分之一 五萬八千多的話 當然一定會高於不同意票 所以那天只要有 五萬八千多人去投下 要罷免許小新的票的話 許小新就走了嘛 對不對 人家之後都要安心上路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五萬八千多票 容不容易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距離 依照我們每次那個罷免的話 那個投票率來看的話 可是你要知道 我那天講過說 當時他跟許淑華的得票 一個一個是八萬九千多一個七萬六千多 那是藍綠對決的情況之下 是壁壘分明 那這次罷免的話 你要取決是什麼 中間選民 多少人投給許小新 投給許淑華 叫做中間選民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人比較樂觀 想說你當初只要投給許淑華的 再出來投一次就過了嘛 那如果沒有那麼多人 問題是很多人 多少人希望許巧新 這種立委的那個什麼 問政方式 我值得繼續支持你下去嗎 而且之前還不是還講過說 廢宏泰的支持者廢本 搞不好也是覺得說你看 當初把廢宏泰弄下來 後來你許巧新也不太厲害 對不對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的廢老爺繼續出來 手要選 那我就繼續把許巧新 這個半小時搬掉 所以你說很多潛在的很多因素 我是覺得說真的 許巧新 你也不是真的這麼穩 對不對 好啦那講到黃國昌了 你看這兩個人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現在民眾黨就是我們昨天不是看到很多民調嗎 整個清鳥行動或者是那個立法院裡面的活動 現在最傷的竟然是民眾黨 你知道嗎 那民眾黨是走得要死對不對 那現在藍綠雙方 又要開始下鄉巡迴獎 那個開獎嘛對不對 我要宣獎告訴你說 我這個國會無法國會改革 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黃國昌坐不住了 你看我的舞台在哪裡 都被你們搶光了 對啊 你在說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你總不能真的叫我每天蹲在立法院裡面嘛 那立法院如果沒有開醫的話 那我還有什麼聲量 所以不行 不行 我耐不住寂寞 我也要下去廟口開獎 真的假的 廟口開獎是不是很像當初阿伯說的 他也要去廟口開獎 可是我覺得說真的啦 你要加強論述 大家講說能夠化青鳥為小草 把這些青年的那個支持度再拉回來的話 剛有這麼簡單 真的 現在你下去宣獎說實在話 這就是仇恨動員 青鳥化小草 第一的要件 應該就是先把黃國昌給割氣吧 對啊 不然笑笑青鳥變小草 如果你說你下去廟口開獎 廟口他為什麼選廟口 因為廟口比較少年輕人 你如果去街頭開獎 這我跟你講這些青鳥 搞不好就把你灼死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下去的 人家現在在藍綠動員 現在比重 那你要湊什麼熱鬧 干你黃國昌什麼事情 對不對 他們下去開獎 就是要綁住我的罷免槽 把對方的罷免 現在藍綠各自都在挑選對象了 最沒有問題的就是民眾黨 對啊 你八個都不分 所以你其實湊什麼熱鬧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啦 吳春城他提出一個建議說 你看藍綠街頭開獎 只是在情緒動員 綁著那個罷免槽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不對 這個社會充滿動盪 我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舉行電視辯論會 問題是人家就虧嘛 那電視辯論會派誰去 黃國昌喔 沒有我現在就是要落去藍綠 沒有人要插你了 對不對 你講清楚 你黃國昌出來辯論嗎 對不對 你黃國昌來 說好 我就參加 那或許人家還會陪你玩一玩 如果沒有的話 說真的人家幹嘛跟你辦電視辯論 我現在就是要下去醞釀我的那個動員能力嘛 誰在跟你在電視上吵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無效的說法